我們來到會場的路上 瑞士場這邊還是非常多人 我們曉得這次這個Web3的法會是全世界好多人過來這個地方 大家來看看到底有什麼有趣的項目 嘿大家好我是Peter 今天在Web3的Event裡面 剛才聽了這些主場的演講之後 那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以及這個主會場逛一下 我覺得這次Web3Event跟之前辦的類似這種區分裡面有點大不同 這次Event講的大部分講的是 整個行業的規範 甚至是以太坊的進出 那是以太坊的將來 那剛才可能是因為聽了以太坊的專長 那我覺得蠻多的投資人跟這些大的基金的這些風格 能講到一些以太坊的過去跟現在跟未來 很想跟大家分享幾點 我覺得對未來一個投資的角度來說 大家可以稍微考慮一下 大部分人講到Layer 2 那畢竟Layer 2是2022年 2023年 現在整個生態圈裡面的 我覺得是主線 那當然是從OB 那到 這個 甚至下一個部分 大家在等待的是什麼 可能 Starnet 或者是 這些L2的即將發行 或者將來 可能的話 在L2的環境裡面 會造成更大的一個影響 那目前為止其實是你看 Arbitrum Arbitrum這兩天 在以太坊 上海升級升級完之後 那整個創新高 對我們一句說 應該從第一位在0.5 0.8級 漲到現在1.6 漲到背景上 那 這個地方 其實 Arbitrum等於是這兩天 才剛上市完 之後 主題 主題 找到的名字之後 那在上海 升級之後 我們持續的反映出來 就是Arbitrum的價值 那想要跟大家分享 除此本身 Nayer 2之外 還講到了一些 蠻有趣的項目 那 這些項目不外乎 就是跟 更多所謂的 Web3更多 甚至是 跟這個 RNP跟 這種所謂 應用場景 連結的 那除此之外 那也看到蠻多 所謂 地方 更多所謂 Wallet 更多所謂 Personalized 的 Crypto相關的 直接應用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 都是值得大家 思考 說 如果在Web3 這個環境裡面 我們適合在這個地方 可以讓我們 世界有辦法找到 適合我們 或是適合我們 將來 有可能 找到 出國的價值的一些 方向 甚至是有種種 那我覺得這東西 就是值得大家 深深思考 我會對其實這次 我帶大家去公共 其實整個環境的話 都 還可以 重點是 它分的不同區 分的不同區裡面 這個交易所 甚至這個新創項目 甚至投資基金 像現在這一區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般 一般的LAB 有些ZKLAB 有這個BOSEM BOSEM的話 也是這個 做數據 還有做安全性相關的 所以 待會再跟大家聊聊 像這邊就是一些主要的交易所 比如說OK 像Near Protocol 那Firecoin 這些都是比較重要的一些 企業 那Hashkey Hashkey 是主要我們這次 這個承辦單位 跟聲音贊助商之一 這邊是Near 這邊是Near 這邊就是Layer 1 萬象 萬象其實就是這次 主要的承辦單位 那這一區的話 主要也是 主電跟 一些投資機構 比如說 WaterDrip Capital 就是 WaterDrip Capital 早期 以太坊的投資 甚至S&Z 這是早期在整個以太坊 生態圈裡面 早期投資人 那這邊是Chainlink 然後 Amazon WS WS 這邊就是整個 就是投資機構為主 哇 這一條 那這邊有一個DTC Cabro DTC Media 主要是相關 主要是相關 那這一區其實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 以 Sponsor為主 那在過去這邊 的話 全部有Startup 那這邊Startup 我稍微逛一下 其實蠻多你去看出來 然後 Startup 有一些 Wallet 甚至是交易相關 現在大家主要都是 Unipass 當然是講這整個 Wallet 那這邊 那這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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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